我遇過一些人客 他們患過癌症 而他們治療得好 其實當他們治療後 他們第一時間都問我 Mr. Chong 我可不可以再買藝術保險 我可不可以再買大的醫療保險 但事實上是不可以的 他們很想買 但買不到 所以你說市場上出醫的保單的時候 其實真的看到市場有這樣的需求才出 我自己是其中一個客人 在五、六年前剛剛出這些多重的危險的時候 我很記得這個案子 當時我就去建議人客 我說他們兩夫妻很好 給我機會去建議給他們 我就建議他們買一個多重的危險保險 另外再加一些轉保險 當時他們就說 其實多重的要給多一點保費 有沒有必要 其實賠一次的也便宜一點 當時我就跟他們說 陳先生、陳太 你相信我 我真的告訴你 多一點保費 但對你一生的保障是大很多的 當時他們就很好 就真的信我 就投保了 而那個人客 他就 很不幸運 四年之後 太太也是四十多歲 就真的癒癌 很小一點點 一點多 MM 就是很小 但是驗出來 就是一些惡性的腫瘤 也都是合乎我們 所以給他 給他 他應該是賠8萬元美金 8萬元美金 就你圍回港幣 大約是六十多萬港幣 OK 就 正在 那部分賠給他 那部分賠給他 賠給他 那部分的保費 不用供了 其實他是賠一個 供10年保100稅的總質 賠給他 供了四年 賠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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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客人也很好 康復 現在身體也很好 但是那個保單 雖然不用加保費 但其實仍然是保住他 保住他 保住這個太太 在85歲之前 如果他這麼不幸運 就再種到其他的危疾 無論是心臟病 中風或其他的五十多宗 也好 其實保單 都會再賠多八百元美金給他 那客人就覺得好好的 他覺得 我不用付錢 但又繼續在85歲之前再補 也很好 所以有時候 有些人客經常說 哪裡會這麼容易 但是當那個人客 真的試過第一次賠償的時候 其實他一定想自己活久一點 一定要珍惜健康 還有希望自己繼續有保障 在現在這些新式的多重賠償保單 人客不需要再被補廢 而能夠繼續有保障 其實我覺得對人客 是一個非常好的保障 這些多倍的重值保單 其實零碎的小朋友出生 已經可以買到 所以如果有些人客跟我說 Michelle 我的小朋友剛剛出生 你幫我做一個全面的醫療保障 其實我一定的基本計劃裡面 是有這個多重賠償的重疾 第一個好處就是 永遠收到零碎的價錢 第二就是 你想想保一生人 如果你說他100歲命 補100歲 在他85歲之前 那裡又多賠償 其實真的補很多年 第二又存錢 第三又可以指定 工10年 或者18年又不用工 又補100歲 其實我真的覺得是很好的 另外再加一些轉保險 所以希望將今天這個最新的市場資訊 給大家知道 如果有機會 你又去留意一下你自己的保單 究竟你裡面的那個危機 是賠一次還是賠多一次呢 裡面是保你多少種病呢 如果你今天還是健康的時候 我也建議你 趁自己健康的時候 加大一點的保障額 我當作儲錢